大家好,我是小颖 把握youtube晃进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尽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主食是人类一日三餐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能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 还是人体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话说主食的种类五花八门 如馒头、包子、面条、米粉、发糕、油条、玉米、红薯等等 你最爱哪个 其实无论你喜欢哪种 只要能保证食品安全、正确且适当食用 一般于身体无害 但是如果你买到了伪劣 甚至是含有害物质的主食 那对身体百害而无一例 譬如以下三类主食 就是伤身体、偷寿命的力气 含铝的包子 白白胖胖、渲软蓬松 喂美多汁的包子 是很多国人早餐的首选 再次小尹要提醒大家 碰到那种既大又白 卖相还特好的包子要警惕 小心是有毒的铝包子 所谓铝包子是指非法使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而制作出来的包子 铝是一种低毒金属元素 人体摄入后 仅有10%到15%的铝能排出体外 其余大部分会蓄积于体内 并与多种蛋白质、酶等结合 影响体内的一些生化反应 现代研究发现 若人体长期过量摄入铝 会导致骨质疏松 胎儿发育障碍 儿童发育迟缓 记忆力衰退 老年性痴呆 卵巢萎缩 贫血等疾病 因此 早在1989年 世界卫生组织就正式将铝确定为食品污染物 并要求严格控制 我国原魏纪委等部门也早已发布公告 自2014年7月起 加工制作蓬化食品中 不得使用含有任何铝食品添加剂 加工制作小麦粉及其制品 除油炸面制品 面糊 裹粉 煎炸粉之外 不得使用含铝蓬松剂 硫酸铝甲和硫酸铝胺 然而仍然有个别不法商户 为了牟利而顶峰作案 近几年就常有黑心商贩 售卖铝包子而被查处的新闻爆出 注意 除了又白又软又大的包子 类似的馒头 发糕及一些蓬化食品 也可能含有含铝蓬松剂 是隐藏的含铝大户 因此大家购买时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 最好别在路边摊随手购买 湿米粉 隔夜粉 酒冻的米面发酵制品 柔韧劲道的米粉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特别是在一些米粉大盛 有些人甚至三餐不离 日日相见 但大家需注意 千万别吃露天售买的是米粉 没吃完的隔夜粉 冰箱里酒冻的米面发酵制品等 可能含剧毒 近年来 因吃湿米粉 酒冻米面发酵制品 而众毒身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2020年8月 广东结阳10亿人在一家长粉店就餐后 先后出现呕吐 腹泻 其中一名5岁男孩 经抢救无效去世 同年10月 黑龙酱发生酸汤子中毒事件 一家9口中毒身亡 事后查明 问题出在于 他们吃的食物 磕条 一种米制品和酸汤子 一种韵米发酵制品上 原来磕条鸡酸汤子中 有一种菌 椰酵甲丹包菌 这种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如土壤和大米 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中 通常不会让人得病 但是 如果在加工储存过程中 遇到温暖潮湿的环境 这种细菌会大量滋长 并产生米酵菌酸毒素 人吃了就容易中毒 例如有些店铺会把湿米粉 如河粉 肠粉 米线等 放在敞开的盆子上 一卖就是大半天 这样是遇上闷热潮湿的天气 湿米粉里的椰酵亚丹包菌 便容易疯狂繁殖 产生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的生命力特别强 即便是100摄氏度水煮 或高压也无法破坏它 且目前还没有针对它的特效解药 致死率很高 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买湿米粉 若实在需要 要注意少有人上门的店铺别去 其湿米粉摆放时间一般比较长 摸起来粘手 看上去不自然的米粉千万别买 一次买一餐的量别囤积 吃起来发酸或有霉味 把木耳赶紧丢掉 此外还要警惕以下食品 红薯粉土豆粉等 薯制品及米面发酵制品 容易存在椰毒甲蛋包菌 不宜酒醇 酒泡的木耳银耳摸起来粘粘的 或质地软烂或有异味 说明已被母酵菌酸污染 尿要赶紧兜掉 新鲜的木耳银耳及开口的椰子 带毒风险较高 不要食用 高油煮食 香气十足的油条 油饼 炒粉 炒面等煮食 谁吃了不迷糊 但小影要给大家泼冷水了 经常吃含有高的食物 当心身体越来越肥 特别是干 首先 只要食物经过油炸 油煎 油炒 都免不了吸入大量油脂 坦白讲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脂肪 但如果摄入过多 获取的热量就越多 越容易导致肥胖 尤其是杀伤力更大的负性肥胖 负性肥胖者的脂肪 主要沉积在腹部皮下 即腹腔的肝脏 胰腺 胃肠道等器官周围和内部 拿肝脏来说 过多的内脏脂肪 即引起脂肪肝 研究证实 轻度脂肪肝患者 若及时调整生活方式 必要是减肥 那么逆转的可能性挺大的 但如果听之认知 且高油食物吃上瘾 那么轻度脂肪肝 将逐渐发展为中度重度 部分患者会发展成为脂肪性肝炎 甚至逐步进展为肝纤维化 肝硬化 肝癌 其次 除了过量油脂 高温反复煎炸这种烹饪方式 也存在巨大的健康隐患 通常食物在油炸 油煎过程中 接触的温度往往高达几百摄氏度以上 其所含的蛋白质 脂肪等很容易发生高温变性 进而可能产生本病病 杂黄氨等致癌物质 人体若是经常摄入反复高温煎炸的食物 患癌的风险自然层层的涨 建议对于高油食物 偶尔吃一点无大碍 但应尽量少吃 如果吃了高油食物 当天餐食中的烹调用油要相应减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了